第一場比賽 由浩天世家與陰陽世家對戰 家主 讓秦宇公子最後出場吧 更能增加勝率 這個規則甚是不錯 我喜歡 不過 我覺得還可以更快捷一點 你們陰陽家的一起上吧 秦宇要一條九 這小子夠囂張啊 什麼 你上來就這麼刺激啊 秦宇別衝動 我一時失言了 還以為他真行呢 原來慫抱一個 浩天世家的人 說話怎麼就像放屁一樣 你插什麼嘴 我只是想到 還有更省時間的辦法 原家也一起上班 你說什麼 同時挑戰十八個 這秦宇瘋了吧 這浩天世家 是要送上門給我們吃嗎 話中取寵罷了 七小友 莫要妄言 這可不是鬧著玩的 家主 快讓他下來吧 神以為打敗李修明 就覺得自己很厲害了 對付你 一個人就廢話真多 我看你還能嘴硬到什麼時候 我沒看錯吧 殘女四十百里端木 被一巴掌抽飛 是秦宇這麼強嗎 還是你的嘴比較硬 抽得我手疼 秦宇 我要將你碎十萬段 是兜陣 聽說 百里端木未誤子鎮 在密室關三連 啊 這下死手了 山溝百里 拿刀 誰不會是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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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 領需敬禮 敵 公子 這浩天世家 好像就是與炎黃交好的世家之一 那禪元會盟是怎麼回事 今日這個最強 國裡修明耀 有哪條大英國 啊 啊 有哪條子 啊 啊 啊 有哪條子 啊 啊 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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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啊 啊 都给我等着 一定会让你们好看 这就是传说中的 最强王者吗 还有上来挑战的吗 谁敢上啊 连风云榜六十九的李修明 都败得这么惨 只能看这小子抱得美人归了 昊天家主 是对我的实力还有疑惑 小有实力出众 不知是风云榜上哪位天骄 家中还有何人 是否已经婚配啊 这又不是比武朝七 还来查户口 一定是风云榜上 第九十九年的秦宇吧 你这么肯定啊 风云榜上只有那秦宇 不知是何方势力 也从不露面 并且 还有一种神秘的真火 原来是那秦宇 九十九名都这么厉害了 真是深藏不露啊 把真火搞成七色 就是不想让人忘了真实身份才 如今用秦宇这个身份做掩护 干嘛 小姐果然聪慧过人 秦宇小有 明日禅渊会盟比赛 就拜托你了 同时也将施月托付给你 妄你好好待她 啊 我早已发动浩天世家 在北处所有的势力 但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关于叶臣的消息 既然如此 但我便不做打扰了 等等 父亲就在里面 大小姐 秦公子 家主正在见一位重要客人 你可是有急事相招 你打算一直这样找下去吗 嗯 我相信叶臣一定还活着 如此 便只能禅渊会盟后说了 抱歉 我先送你回客房歇息吧 嗯 嗯 那背影 仙子 那是我家大小姐 未来夫婿晴雨 晴雨 晴雨 想的是我看错 月儿 选拔族内弟子 参加禅渊会盟一事 如何了 勉强凑齐两人 离九个人选名额 相差甚远 家你也不过三人 可惜你两个妹妹 跟你娘外出有事 赶不回来 父亲 为今之计 只能如历年般 对外招募人手助阵了 宣布出去 浩天世家 将拿出三百万灵石 招贤纳士 如此中金 爹你是想招来 大楚年轻一代 风云榜山的天骄 来助战吧 风云榜 每十年更新一次 不看修为 只看战力 但能榜上流明 必是实力强横之辈 事不宜迟 我马上去办 这陈儿还活着 我浩天世家何须招人 上代炎皇圣主离奇失踪的背后 炎皇势力突然一分为五的惊变 炎 天 地 玄 人 武皇彼此的交战 这究竟是惊天的阴谋 才是 说重点 这炎皇作为北楚隐秘势力 我们普通人哪知道具体情况 这小子 请从这流传在外的消息 就能看出 炎皇这潭水很深啊 再深夜要探一探 只有说服炎皇这股势力 才有对付郑阳宗的本钱 但也不必贸然行事 先找个了解武皇势力的 打听一下情况 可知这炎皇 有哪些交好势力 这个 浩天世家正在终于招目 参加柴约会盟的人手 快快 浩天世家 公子 这浩天世家 好像就是与炎皇交好的世家之一 那禅渊会盟是怎么回事 在北镇苍原每三年 袁家 阴阳世家和浩天世家 便会举行一次禅渊会盟比赛 这比赛由三家年轻一代的弟子 进行对决 也可邀请外界的年轻高手助战 以胜术来和平划分 北镇苍原的地盘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